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录制中技术上出了点故障 所以很抱歉就无法播出 将来处理好了之后呢 再作为独立节目播出 好在还不影响接下来他所讲的内容 毛泽东从四十年代 那个时候呢是一度倾向于英美的 一九四六年他还讲过 当时正是苏美两大阵营成型的时候 他提出了中间地带论 但是呢五十年代初 因为多种历史的偶然性 通过抗美援朝就对苏联一边倒了 六十年代中苏分裂 到七十年代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 自认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而将苏联和美国呢 化为第一世界是孤立和打击的对象 而且呢苏联是更威胁 威胁对中国威胁更大的对手 所以才有了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 联美制苏的这样的全球思路 从三个世界就转向了一条线 这个一条线呢就是联合美国西欧日本 遏制苏联霸权扩张的统一战线 在毛泽东形成这个战略思想当中 邓小平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态度 因为原来我是听说 邓小平本人也是很反苏的 对苏联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后来这个毛泽东 让他来起草九平 是不是也是觉得他 比较能体会自己战略思想的真谛 那毛 请讲 毛人认为他对苏联前应 比刘少奇前应 是吧 他认为他比刘少奇前应 刘少奇反而有时候 刘少奇比如说二十三大刘少奇也先参加 另外争论的时候 刘少奇还是说一些缓和的话 那所以说毛跟那个 当然给所谓疏修的斗争 主要就是靠这个 邓小平了 因为邓小平是从反高楼反右派崛起的 反高楼反右派以后他就在中央就举着群众了 总书记啊 副帅啊 毛泽东说过副帅嘛 无论是对内 大耀津这些说 更对外 反修反右 我觉得邓都是 相当重要的角色 但是邓小平他不像毛东 您刚才说的毛东他有把资本主义他画了四个类 其中还强调了这个英美这一类的这个 想民主自由的这些资本主义 毛东还比较能接受 但是从邓小平的思想看 他没有这方面的 所以现在那个西方有些说看法我是不大认同的 就说因为邓小平留过法国 所以呢他对西方好 现在很多人这样讲一讲就是法国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根据的了 他在法国 他当时人家说他就油益博士 搞一个油益刊物啊什么这些 零动公司打了几点工 喜欢吃苦劳爽 我觉得他有没有好像对西方民主自由啊 没有深刻的了解 没有而且他很少讲这个了 很少讲这个的 还不像毛泽东讲的那么多了 他实际上反高楼反应以后 反修班子的头就是他 三个人邓小平 康生 本正 反修那一摊下面是一摊那个修材班子 反修班子所谓 当然是九篇就是他们搞的 九篇原来是打算十篇文章 后来九篇一发表 何鲁晓峰下台了 所以听视频就没有写了 写了一个何鲁晓峰下台 就他当时批这个苏联的话 批苏修是吧 就是主要还是从左的方面 从比苏联更左的方面来批的 比中国更左啊 他不是 苏联当时中国是批苏联修嘛 中国是比苏联更左 更左啊 他批就是批他修啊 批他修 邓小平呢实际上也是从更左的方面 那当然了 那九篇是左的很啊 可得很奇怪了 就是九篇后来 邓小平也不说九篇处在那里 过去了 跟戈尔巴乔夫说以前的事情 过去了 那都过去了 都不提了 都不提了 那九篇很明显的嘛 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些理论基础啊 在九篇 文革反修防修这一点 毛跟邓没有分歧 分歧在那里 分歧在对象是谁 毛的对象就是党内 资三姐姐就在党内 就资本主义党选派 那邓的对象呢 就是右派 所以说文革的初期 毛泽东在南方的时候 是刘少奇跟邓小平主持的 就派工作队到大学中学去 打的那些所谓翻译学生 那就是 后来毛泽东说 他是资产阶级版的罗洋 确实他们是真下面 就抛出来几个 喷罗洋呀 蒋南翔啊 什么些 让大家 让大家批 然后呢 学生觉得不满意嘛 认为那个 共产党问题很多 就跟那个大名大方说一样 就大名大方起来了 大名大方起来了呢 那邓小平就是翻译派那一套了 就是谁提一件 就是翻党 什么抓鱿鱼了 抓什么了 把他关起来 还有只是跳楼之杀的 但是后来这些都 都不提了 所以说 邓不是没有搞文化大革命 他也他也搞文化大革命的 一个路线 但是这个路线呢 跟毛泽东是冲突了 对 毛泽东是要 要整一下 共产党的干部 那 邓呢 就认为 群众起来给共产党第一件的话 就是翻党 就是右派 完全是一套 反右的 所以邓的那一套 实际上很多 都高级干部是支持的 是 当时什么一拨 只不过一拨什么都跑到那个新华大学区 跟可大夫变了呢 屁可大夫啊 但是后来就是毛 说他是反动路线 让他靠边站了 谁说一直到 后来邓出来 究竟文化大革命 你要全盘否定 否定他什么 邓小平就是否定师大 至于说走资派呢 你说我是走资派 现在我反过来说你是走资派 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他反对的是 当百姓提意见 提早日报 揭露共产党的问题 所以说后来 胡教夫他们 搞了干历史问题 你决于把那个文化大革命 说声是毛泽东一个人发动的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说服力的 毛泽东一个人发动 只是为了搞一个刘少奇 能够动员 那么多老百姓起来 最后搞成那么远一个 达到一切全面内战 那就说明这个 共产党跟人民群众之间 就是有矛盾了嘛 整风的是双百发动提出来 大家就那么多意见 恶来反忧 那从57年到66年 又过了十年 共产党干的那些 什么管理要主义主管主义 不要说了 其他的那些伍败现象等等 老百姓有意见 当时毛泽东一发动 都说什么 公众队一去 大家的意见 不能限于公众队规定的 就是抛出来的几个人 那有什么意思 跑出来的 那个时候学生说 那是死老五 我们要就说了 就是说 现在还在那里干坏事的人 那后来就变成冲突了 冲突到毛泽东那个时候 就是想把所有的高级干部 要整一整 那是不是想多打倒 那恐怕还不是这样 这个问题 我们以后还可以研究 所以我说把文化拿个名 看成是毛泽东一个人起来 然后那些造反派都是投机分子 哪里那么多投机分子 当时起来提意见的 就跟当时 上本发生是起来提意见的 而且更多 那有的国际干部舍不了 舍不了就成 毛泽东越来越坚准 当然像毛泽东这样一种方法 是绝对解决不了问题的 最后就全面地再达到一切 但是这个毛泽 社会毛泽 所谓人命内部矛盾 当然后来人命内部矛盾 敌我矛盾也分不清了 可这个矛盾是客观存在的 一直到现在吗 有的人说 现在走之派 就是陈云根 你现在自己也说 赵紫阳就是个走之派 无非是人家是走之派 人家说你是走之派 你说人家是走之派 当然走之派这个不对 但是确实 你有官僚 你有伍败 你有起在着密头上的问题 你有整人的问题 这些东西你全部都否定 受着毛泽东心血来潮 那所有全国几亿人 都心血来潮 都发疯了 陈伯达说我发疯了 文化大名字 我是一个疯子 那大家都是疯子 当然最后是大家都快发疯了 跟这个疯从何处 有没有社会根源 但是现在如果回到 这个全球战略这个问题 我觉得如果说文革 这样的问题 不能说是毛泽东 从一个人心血来潮 但是像邀请这个从访华 改善跟美国的关系 这个是不是主要就刚才 您谈到的是吧 这个故事 当然以前我也听说了 他就是在吃了安眠药之后 想想想就想来 还是不能够把这个 这个这个美国的平凡球队的 访华的这个这个给顶回去 他还是要邀请美国平凡球队访华 后来就说是小球推动了大球 由此产生了全球战略 全球格局的一个重大的变化 那这个事情上是不是 当时确实没有其他的人 包括周恩来这些人在那 都是就是就是就是按常规 那就是一个习惯失礼 习惯失礼 习惯失礼反正就是美帝苏修 可是问题是说 林彪夸台以后 是吧跟苏联的矛盾更绝对了 对吧因为苏联是明德夸台以后 他是寄希望于那个反矛盾 那股力量起来吧 林彪夸台以后 实际上某也感觉到文化大革命 已经要射闯了 他希望搞一个所谓决议的 就是不要否定他的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他已经承认打倒一切前面的那战了 那么现在怎么办 苏联已经 正报道事件已经打起来了 而且新疆好多人跑到苏联去 那个是变经文体不断的 还不只是一次正报道 而且还担心苏联会打进来 那怎么办 叫做出路啊 他是不是想好了什么出路不见得 诶 真话又加着张作登的那个乒乓球队 他突然想起 邀请来啊 试探一下吧 我觉得这是试探 尼克松跟那个基新奇 也试探啊 基新奇到71年来的秘密访问的时候 他很紧张的 他还不知道最后结果怎么样 很秘密 而且还准备了稿子 他还想讨好 他沒有想到跟毛澤東見面的時候, 毛澤東好像很寬風大量。 台灣問題,他認為台灣問題是個大問題, 毛澤東台灣問題是個小問題, 對付蘇聯是個大問題, 對付蘇聯好,只剩兩個一致, 一團就聾了嘛。 所以馬上回去以後就決定第二年, 尼克松。 因為這樣,兩個國家的戰略利益, 和在一起了。 因為那個時候蘇聯越來越猖狂的事, 那是柏列人妮夫時代, 跟後來戈巴喬夫時代不一樣。 戈巴喬夫時代不應該再反處了, 人家已經在變了。 可是那個時候是柏列人妮夫時代, 蘇聯最猖狂的事, 美國是推手的時候。 那個時候柏列人妮夫提出的, 蘇聯提出的幾個論, 什麼有限主權論, 國際分工論, 還有一個什麼論, 三論嘛,我記得。 他就是霸主了嘛。 他等於是社會主義國家霸主啊。 他那個干涉那個捷克嘛。 干涉捷克的毛澤東態度已經跟波旋事件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當時這個情況下我覺得, 在當時一個國際形勢之下, 我覺得要提出聯美之書是並不奇怪的。 但是因為一個習慣是你, 那最後已經只剩一個阿巴尼亞了。 是。 半個羅巴尼亞。 你顧慮到這樣一個程度。 而且那個是。 我們就是回想當年, 那時候我們很年輕了, 二十來歲。 就是從基層的老百姓來講的話, 對毛澤東這個邀請這個乒乓球隊來, 和邀請尼克松來, 是普遍歡迎的。 那都是歡迎的。 就是這個明星他還是基本上是。 明星也是要轉變的。 對。 是不是? 你現在就是零開一塊, 但是文化當兵失敗了, 那中國完全, 限於絕對孤立, 那這怎麼辦? 那真要奔鬼邊緣了。 那尼克松一來就不至於奔鬼邊緣了。 我覺得尼克松一來, 這個絕面就改變了。 救了毛澤東的命感。 又變成大三角了。 就這個時候的話呢, 鄧小平, 毛澤東邀請他來的時候, 那個鄧小平還在底下, 他還在江西, 還在那個工廠裡頭。 但他上來之後, 他對這個毛澤東這套, 整個這個戰略格局, 對戰略方針的改變。 我想他還是, 基本上是會, 從內心裡他會同意的。 儘管這個思想基礎, 未必像您剛才說的, 那麼從1945年那個時候, 毛澤東44年那個時候, 就已經有那樣的思想。 鄧小平的話呢, 他可能沒有這麼多, 但他可能從實用主義考慮, 他也覺得, 應該跟美國搞好關係。 那我看他是接受的。 嗯,接受。 他本來因為他對蘇聯就是, 一直在那個, 就已經早已。 一直在反蘇的嘛。 那這是, 所以那個, 他一出來, 第二年吧, 毛澤東就派他去聯合國獎。 對。 當然是講三個世界了, 我這個三個世界已經變了。 對。 這個三個世界已經不分美了。 這個三個世界的聯美之書了已經。 雖然三個世界中間第一世界, 還是把兩霸, 都歸上一類。 兩霸, 兩霸就是最危險的是蘇聯一霸。 對對對。 所以我聯合第二世界, 第三世界, 還要把第一世界的美國也要聯合起來。 他現在基本上一條線。 嗯。 就從三個世界變成一條線了。 一條線就整個的包圍蘇聯。 這個戰略呢, 實際上對蘇聯後來跨戰, 是有影響。 因為蘇聯鼓勵了。 原來是美蘇嘛。 那毛澤東還一直擔心啊, 說你們美蘇是不是要聯合起來對付, 把貨水想東移。 就是說, 你跟那個美, 你跟蘇聯搞網後, 讓蘇聯就是來打火嘛。 那機器就一直不也沒有, 我們不是, 我們還是跟中國是最重要的關係。 毛澤東一直有這個疑慮啊。 啊, 美國是不是真的能夠跟我一起來對付蘇聯啊。 嗯。 那, 您接著往下講啊, 就是鄧小平他有這樣的一個戰略構想的, 戰略, 這個全球的這個戰略, 那麼他採取哪些方法? 他貫徹他這個戰略。 他的, 就是說他繼續毛的聯美自蘇這一點, 嗯。 是正確的。 但是他對這個, 整個的世界所出的一個時代, 嗯。 他是錯誤的。 嗯。 這一點他跟陳雲一致, 就列銀的帝國嘴論。 現在還是有用的。 而且說帝國主義就是戰爭。 帝國主義就是戰爭。 啊, 當然他兩個帝國主義, 社會帝國主義, 啊, 還有美國, 那個蘇聯也是帝國主義, 而且是社會帝國主義更危險。 帝國主義就是戰爭, 所以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要立足於, 找他, 大打。 這個當然他不會在聯合國講了, 他就在胡秋末寫了一篇文章, 鄧了人民共四個半。 所以當時胡耀邦呢, 看了, 看了那個, 胡秋末文章他都不贊成。 他第一次十七九年, 一個史接會議上講話。 這個史接會議講話呢, 嗯。 實際上, 跟鄧小平, 是對台的, 對台戲。 鄧小平還在講這個, 戰爭問題, 那, 胡耀邦講呢, 就是戰爭是可以避免的。 啊, 所以說, 不過他講的, 比較不系統, 系統呢, 就是八一年的蘇七次會講話。 啊, 那個時候他, 就是明確提出來, 啊, 要把, 蘇聯的, 啊, 他這個, 他八權主義, 我們還是要反對。 但是他的國內政策, 我們不要去反對。 我們還是要承認他, 社會主義。 啊, 所以他提出來, 所以他提出來, 是個, 啊, 你說他是三個, 三個界限。 反對八權主義, 不反對國內政策, 不提, 聯美反術。 啊, 不要把反八權主義的政治鬥爭, 和平等互利的, 經濟, 啊, 混為一談。 他特別強調就是, 新疆這些, 嗯, 黑龍疆這些, 所謂邊境貿易。 啊, 邊境貿易, 他說, 你可以啊, 新疆可以, 進口一些蘇聯的傳統馬虛啊, 啊, 啊, 這個, 吐克哈密關啊, 只要對我們有利, 小惡貿易, 中惡貿易, 都可以。 另外呢, 第三件事, 不要使人誤解, 中國跟蘇聯國家是對立的, 相反, 要同廣大的蘇聯人民, 社會的知名人士, 盡量保持友好的關係。 邊境部隊, 當然要提款警惕, 但是千萬不要不同心他理, 不禁人情, 啊, 形成兩國戰士之間的撤痕。 三個原則就是, 任何時候, 啊, 不跟任何外國, 任何一國的指揮棒轉, 這個還是國際毛澤東的了。 然後, 不要受國際上的一些臨時事件, 支配, 左右, 不是一個什麼事就出來了, 分錢就出來了, 以後日本怎麼樣了, 以後美國什麼風澤南, 德拉夫啦, 反正這些, 臨時的事件, 不要支配, 來動搖整個的對外戰略。 另外呢, 不要為國內外的, 一時的情緒, 所蒙蔽, 所驚怒, 不要一錯就逃, 不要來, 被那個來勢汹汹的, 環境和情緒支配, 要考慮, 國內外廣大的人民的附身, 但是不要被那種身影, 啊, 所支配。 他就講了這幾條。 反正就是說, 啊, 要發展經濟嘛, 你一定要緩和這個, 國際, 這樣一個, 行事。 那麼這, 我覺得他講的還是, 比較謹慎。 但是當時就是, 約翠, 明春都表示戰爭的, 那個, 趙紫陽呢, 就是有點擔心了, 說你怎麼敢, 大膽的敢進出來。 不這個呢。 就他把這個講話印出來了。 是這樣的。 因為, 政治局會議開不起來。 可是, 胡耀邦實際上, 後來說他是。 這個政治局會議開不起來, 就是上次您談到過的。 因為兩個婆婆, 異見不一致。 那麼, 胡耀邦就是, 去拜訪嘛。 然後呢, 他一個禮拜開兩次, 書記出規, 規定的。 每次書記會議都印出來。 送給他們看。 是不是就是把這個書記處的, 這個機構呢, 當成了一個決策機構。 政治局的話呢, 因為反正婆婆談不攏, 開會就意見不一致, 也不好辦, 就索性就不開會。 書記處呢, 當然它不是一個日常工作機構。 可是我這個講話呢, 我書記處開完會以後, 都送給你政治局委員。 對呀, 你有意見, 你可以提出來。 我們可以再討論。 因為你不開政治局會的辦呢, 你要我一個人決定了, 那不就獨裁了嗎? 所以就用這樣一個方法來, 補救。 所以說, 不應出來。 你說應出來, 你這麼大膽, 敢應出來。 可是不應出來呢? 不應出來, 你改變了, 不是更違反。 所以趙紫陽當時還是為他, 是為他, 有點擔心。 可是呢, 趙紫陽呢, 比較想著深嘛。 那胡耀邦就認為, 反正我這個意見, 我印出來, 你不通意, 你可以不通意嘛。 他認為不同意見, 政論是正常的嘛。 那實際上是不是的嘛。 所以馬上, 上面傳出來, 說你要梳理自己的形象。 這是胡耀邦一個, 什麼都說你自己的形象。 那這個話, 這個話是誰說的? 鄧小平說的。 這是鄧小平嘛。 鄧小平, 鄧小平都是說這個, 陸坑也是說這個。 後來不是趙紫陽, 這個, 在批, 那個春風會上, 不是也講這個嗎? 嗯。 那趙紫陽當然了解, 了解那個, 他們對, 對那個胡耀邦的意見。 胡耀邦自己呢, 好像不在乎。 嗯。 因為, 我一個朋友就孫三江了, 他跟那個, 鄧寶方, 嗯。 比較接觸多嘛, 鄧寶方嘛。 鄧寶方嘛。 叫他孫老師,孫老師。 鄧寶方就跟孫三江, 講。 說這個, 說這個胡耀邦呢, 他就跟那個, 孫三江講這個時候也跟那個, 胡耀邦的兒子, 胡多平。 胡多平。 說你看你爸爸, 都去找找我爸爸。 現在, 說你爸爸的材料啊, 天天都往那個, 我爸爸那裏送。 我, 我爸爸, 啊, 也不知道, 不知道, 這些情況怎麼會說, 你多去。 胡耀邦不在乎啊, 他說我, 他因為很忙嘛, 日夜處理事情, 他說我反正, 啊, 處理事情嘛。 哎呀, 光明正當嘛, 不怕人家怎麼樣嘛。 啊, 我天天去什麼都去解釋, 我也沒辦法, 都解釋清楚啊, 所以他也不在乎。 那最後就是, 嗯。 這樣一個結果嘛。 這個剛才您講到, 胡耀邦所講的對外, 尤其對蘇聯的這個, 三個界線和三條原則, 嗯。 要從字面上看, 當然他強調的方面, 是有些不疑, 跟鄧小平所說的有些不一樣。 但是另一方面呢, 我是感覺到, 這三條就是拿著鄧小平, 這三條界線和三個原則, 拿著鄧小平呢, 鄧小平, 他也提不出什麼反對的。 是啊, 包括那個, 戰爭不可避免的事。 後來鄧小平不是四年以後, 1980年自己, 自己也講了, 自己也講了, 現在是和平發展了, 是啊, 戰爭, 看起來我們古修認為, 好像估計對戰爭的, 迫然性估計過高, 他後來也講了, 但他講可以, 別人講不行。 這個恐怕就是, 一個, 也可能是沿襲這個, 毛澤東的。 那鄧小平不是什麼? 外交工作, 社權有限, 你要想出一個什麼東西, 不管是對的是錯的, 你最後不要講吧, 鄧小平也不敢講啊, 你比如說跟你剛才講的, 冰滿酒。 他也不敢說, 哎,請來。 請來的話, 有一種改變的, 等於是。 那不請來, 那很自然吧。 對, 不請來, 不請來, 跟安全。 雖然請來是對的, 但是不請來, 讓毛澤東自己, 請來就好了。 毛澤東的請來, 能請來, 一定很高興啊, 他不會反對啊。 真來要自己提出請來, 他不敢。 是, 是這個問題。 但是這個地方呢, 就是說, 其實鄧小平, 他跟胡耀邦在這個問題上, 並不是什麼大的思想路線, 這方面的問題, 主要就是考慮一個權力, 就是說我, 如果我這樣講, 可以。 你這個, 你這個, 胡耀邦, 你提出這幾條。 這幾條問題不大了。 他就是樹立形象, 你就是想樹立形象。 問題, 問題我覺得, 就對那個, 時代的估計, 就那個帝國主義, 這個戰爭不可避免, 這一點呢, 是一個比較大的, 在後來當然, 鄧小平自己也改變了。 可是陳雲好像一直沒有改變, 好像一直講, 帝國主義論。 所以這一點呢, 陳雲跟那個胡耀邦的思想距離更遠一點。 是, 這個地方我還感覺到就是, 胡耀邦和鄧小平他的這個, 左眼點有些不一樣。 就是鄧小平就是寧願的講過的, 他是國格高於人格, 和國權高於人權。 從那個胡耀邦剛才講的這, 這幾條來看的話呢, 他比較多的, 還是強調從人民的角度。 他就是說, 反罷嘛。 是吧, 你現在到底損害你主權了, 那當然你要反對。 對。 可是跟那個人民之間的交往, 我覺得這一點是, 那胡耀邦一直是這樣的。 包括跟日本人民交往啊, 後來不是也是得對鄧小平的一條嗎? 嗯。 嗯。 那麼這個, 您在書裡面呢, 曾經寫到了啊, 就是鄧小平呢, 他對內, 他把趙紫陽那個話, 這個一個中心, 兩個基本點呢, 把它沿用過來的話呢, 就是他在對外關係上, 他是怎麼樣, 運用這一套理論。 一方面要搞改革開放, 另一方面要, 防止這個資產階級自由化, 防止外來的影響中間, 有危害到共產黨統治的這些, 在他看來就是, 這個胡幾滴的話說, 蒼蠅蚊子。 這個他怎麼做到這一點, 把兩個基本點同時運用, 這我覺得按說是很難的一個, 高難度動作就是一個。 是啊, 我覺得這個恐怕, 也很難說哪個運用到哪個。 也可以說是他的, 全球戰略, 應用到國內的反自由化, 也可以這樣講。 因為那個時候, 70年代中期, 那是, 又是一個, 世界潮流的變化。 嗯。 兩個陣營搞了那麼久, 現在。 緩和了。 緩和了。 然後呢, 從南歐開始的, 第三波民主化, 起來了。 這一波, 比那個第一, 第二波更, 時間更長。 嗯。 而且更廣泛。 所以說, 粉碎十二波以後, 是吧, 華爾國鋒, 胡耀邦, 一間一間他們, 實際上也是順應那個, 第三波。 我覺得這個第三波, 還不只是民主化。 我記得, 民主化第三波, 那是, 漢尼人寫的那本,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還有一個第三波, 是指的是信息話。 那是, 那個叫什麼? 那個, 你說是阿爾文托夫曼, 寫的第三次浪潮。 第三次浪潮, 那是指的是信息話。 嗯, 托弗勒我說錯了。 托弗勒, 第三次浪潮。 信息話, 全球話。 民主化。 信息話。 全球話。 都是在, 六七四年代, 起來的。 屬於這個一個浪潮。 嗯。 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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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耀邦, 趙子晏他們, 是順應這個浪潮的。 嗯。 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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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他這兩個基本點。 改革開放要。 啊, 但是呢, 民主化不能要。 那趙子晏心裡頭可能也是, 啊, 不一定是反這個潮流的。 他要改革開放嘛。 但是他, 為了, 策略上, 那鄭小平結束。 他把這兩個東西, 合起來。 那就是說, 經濟改革, 再先, 政治改革考後。 我覺得這個, 概念。 後來不是說, 中國的特點就是這個嘛。 我覺得這個概念基本上是, 趙子陽的想法。 鄧小平的想法, 可能有時候也想, 政治改革也講過, 民主化。 可是實際上他是害怕的。 他怕民主怕人民。 怕雙百方針。 怕那個世大。 嗯。 怕民主強。 有時候他支持一下, 使用主義。 可是他基本上是, 怕這個東西。 他認為文化大革命這個東西。 他認為八九民用也是這個東西。 所以他的概念呢就是, 兩個基本點。 兩個基本點, 他自己也是這麼講的。 一個叫國際大氣候。 大氣候就是, 全球民主化。 國內小氣候。 小氣候就是, 國內人民要求民主。 所以你說這兩個東西。 哪個是延伸到哪個, 反正是。 剛才看來就是一回事。 是吧。 那他一直認為, 帝國主義還在和平演變。 嗯。 社會主義。 一直到, 他的, 第三教的最後一篇。 所謂男性講話。 還是講, 一場無硝煙的, 無硝煙的世界打戰。 就原來他的打戰啊。 是吧。 帝國主義就是戰爭。 要立足快打, 找打。 那現在呢, 帝國主義不戰爭。 至少帝國主義不跟社會主義戰爭吧。 戰爭還在打。 那麼他, 搞和平演變。 無硝煙的世界打戰。 他要搞和平演變, 那我們就是, 反和平演變。 反和平演變就是翻嘴話。 兩個基本點, 都要贏。 所以還是, 還是, 帝國主義一樣。 是帝國主義變化了。 不打仗, 和平演變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基本上, 鄧小平的一個基本事件。 貫徹始終。 其他的是一時的。 聽了那個李維涵的講話啊, 什麼等等。 一時的。 這個呢, 他說, 你看, 鄧選, 那些, 尤其是第三權, 從頭到尾。 都是這樣的。 對這個, 所謂的帝國主義和平演變。 六四以後。 他並沒有覺得, 六四有一點一事一號的錯誤。 他說, 真好, 幸好, 我們的老人在, 所以把六四解決得那麼好。 以後還碰到鄧宗祖, 還是要怎麼幹。 所以說, 這就是鄧小平。 這個, 這個在我看的地方呢, 雖然您說的是對的啊, 就是兩個基本點呢。 他是對內, 也很難說是哪個延伸到哪一個。 應該說, 在他來看的話, 兩個都是統一的, 是吧。 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 對內改革, 對外開放, 這兩個是一樣的。 防自由化呢, 和防止資本主義, 對我們的這個, 這個帝國主義, 對我們的這個和平演變呢, 在他看來也是統一的。 但是呢, 我覺得呢, 就是還是有點區別, 因為對內他可以說了算。 對外的話呢, 他就很難說了算。 而且, 有時候你說, 比如說, 這個這個, 資本主義的, 帝國主義的文化藝術產品, 他們要進來, 是改革開放, 開放所需要的, 但同時他又帶來了, 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 這個時候, 怎麼樣做到這一點, 我覺得他這個, 這個比他國內高, 這兩個基本點, 難度還要高。 因為他國內, 他說了算嘛, 我要進哪個就進哪個。 對外的話呢, 你可能就是影響到, 這麼多國家, 對你中國, 你跟他們很難用這套道理來說, 來把他們給, 給制住。 那我覺得他是把他們給制住了。 制住了。 最明顯的就是, 六十以後, 六十以後, 鄧小平一句話, 不要怕他們們制裁, 中國這塊肥肉, 誰都想來出的。 那就是最後還是要幼稚以利。 那不就是嗎? 他就看穿了那個。 資本主義, 唯利是圖。 資本主義, 唯利是圖。 他就看穿了你不是制裁, 是假的, 你是應付國內的輿論, 是應付國會, 所以你才說制裁。 而且, 博士確實也是這樣做的。 一面宣布兩次是宣布制裁, 一面就是, 秘密的, 先有秘信, 給那個鄧小平, 說是我們希望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就拍秘史。 那鄧小平, 很厲害啊。 當場把秘史胸垂的, 他就把兩個聯繫起來了。 說八九民運就是你們美國之間煽動的。 我們沒有做過任何一件對付你的事情。 你在這裡煽動。 學生老師。 所以他還反而所見鈴, 還去謝您了。 美國先要解除制裁, 我們才能夠來恢復這個關係。 所以一概拒絕啊, 當時美國提出一些要求, 他一定要也不答應。 結果怎麼辦? 一個布施。 又寫信, 又派, 第二次派尼克松。 那個時候我在米西根大學, 奧克斯莫哥請我去的。 尼克松就叫奧克斯莫哥, 跟他一塊去中國。 那鄧小平的態度就好一點了。 是吧? 就是跟家講, 兩岸關係應該怎麼樣。 你回去跟布施講, 中國有個老人什麼希望怎麼樣。 反正態度緩和一點了。 結果回去了。 那不是, 後來又派基辛傑。 基辛傑一次, 最後又派米西。 這次派米西呢, 是公開的了, 十二一分。 談具體的條件了。 因為, 尼克松跟基辛傑已經做好了, 整備以後, 那就是。 最後一會, 最後一會, 換王立志。 最後就這個條件。 那天, 我在奧克林伯克家裡, 辦公室裡的, 那個是每個禮拜要跟他們講這個, 我對, 我對那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的意見, 根據他的意見, 他哪些符合式是哪些符合式。 那個是尼克松打電話來的。 所以我們上當了。 當時布施派我們去, 說我們是第一次。 結果他實際在密室呢, 早就去了。 很生氣啊。 因為布施做這些事情, 因為第一次密室去, 根本就是, 碰米要回嘛, 所以他就不講。 第一次摸米, 就是當一生去。 後來呢, 第二次密室去的時候, 中國自己故意透露出來。 他透露的用意什麼呢? 就是要, 要讓你美國臉上無光, 羞辱一下。 也不是羞辱, 反正就說, 你求我呢。 他就是, 覺得我這個做得完全正確嘛。 烈士徒山是正確的, 他從來不承認錯啊。 所以你的制裁是不對的。 我沒有對不起你, 你對不起我。 你贊同學真的。 這些。 好了, 不是就吃硬的。 最後, 好了, 我給你面子, 放你一隻放, 放, 在美國大使館, 沒辦法交代好了, 你讓他去好了, 你不去美國, 去英國嘛。 然後呢, 回復最回復待遇。 這是一個交易。 這個交易到了, 我還是受益人。 因為我在美國, 當時不許我太太出來。 後來有那個維克, 最後在一年討論一次, 每次討論的時候, 都會美國提出一些條件, 然後大家商量, 做交易。 那最後到了1991年那次呢, 大概監獄裡頭那些人要放出來什麼, 他都不幹了。 可是當時提出了五個, 三部在美國, 妻子一直不放, 把這個名單開上去。 可是哪五個人呢? 哪五個人? 蘇小光一個, 袁志明一個, 我一個, 老鬼。 還有一個誰? 五個人, 貝克集團的, 跟那個, 跟那個, 跟李鵬談的。 還是國務卿了。 國務卿, 跟李鵬談的。 最後, 最後, 文太太就放出來了。 當時還偷了很久, 後來美國使館, 有人跟文太太聯繫了, 跟共國交涉。 最後就是, 九一年, 就放出來了。 這個大概搞了幾年, 後來到了克林頓的時候, 不知道到最後, 連那個, 最後國待也就無條件了。 後來就, 人權條款就沒有了。 那個時候每年都要討論一次, 人權條款。 所以說, 他這個兩手印, 不但在國內, 在國際上, 他也是得存的。 那個不是在密信上寫得很具體的, 說跟俄洲一起開會啊, 要制裁啊, 那個時候呢, 我們跟日本一起商量好, 我們先怎麼樣怎麼樣解除, 歐洲好像還比較厲害一點, 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這塊肥肉, 你就是想吃, 你想吃好, 那你就還得聽聽我的。 那確實, 美國一些人呢, 就是想吃肥肉就是聽的。 基辛吉祖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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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正趕狼唱的。 不是那個, 薄熙來的那個, 唱紅歌。 唱紅打黑他都去唱哦。 當然美國也有, 在民主人權上比較強硬的。 像我一個朋友, 林維, 阿蘇, 我就讓你覺得一個, 他很不滿意的那個。 基辛吉的那一套, 可是他也沒辦法。 因為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 輿論, 基本上都是基辛吉的土地。 你看每一個美國總統, 他都要問一下基辛吉, 你看連那個川普也問啊。 你看川普當選以前當選以後, 變化很大。 當然, 也各種因素。 但是, 美國的那些中國問題專家, 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這些中國問題專家差不多, 都是基辛吉的文徒。 所以他的這個兩個基本點的延伸到全球戰略, 我覺得是很成功的。 對, 鄧小平來講很成功。 對老百姓, 我覺得他們並不一定。 因為他現在, 他這種兩個基本點的結果呢。 就是說, 美國跟中國, 作為國家來講, 作為鄧小平的權力結構來講, 都是得利的。 你看, 老百姓最窮的國家, 國家對付。 主要是靠廉價勞能力的出口, 來換取外匯。 然後這個外匯呢, 美國國債。 所以, 美國有一個, 格林斯帕, 那個。 聯儲會主席。 寫了一本書嘛, 是吧? 就是說, 美國的非理性繁榮。 他說這個非理性繁榮呢, 是非理性的。 就是說, 美國很, 有一段時間根本製造業多, 失敗了嘛, 全部搞金融。 金融的那個, 產值是, 超過製造業, 十倍以上。 所以他說這是, 非理性的繁榮。 可是這個非理性繁榮, 為什麼那個持續? 就是因為, 中國製造廉價產品, 中國製造美國消費。 中國製造美國消費, 而且特別便宜。 美國消費呢, 老百姓都願意。 然後呢, 貿易當然是泥剎了。 可是中國把那個貿易泥剎了, 買了美國的債券。 那美國怎麼辦? 印鈔票就可以了。 印鈔票就可以了。 所以這種非理性繁榮, 可以繼續下去的。 後來不最後金融危機嗎? 金融危機, 現在, 金融危機以後, 野生性商品。 野生性商品什麼意思啊? 就是說, 我買房子以後欠債, 欠債以後, 欠債的東西還可以再賣。 所以說, 那誰要還不起來的話呢? 多米多國。 多米多國吧, 就破除了別的金融危機。 但是這個問題, 那還是, 到現在沒解決了。 這是川普, 就是不如去, 要解決那個平衡問題嗎? 現在還是貿易不平衡呢? 不平衡呢? 就是美國消費者, 美國消費者。 當然現在, 習近平當選以後呢, 有一些改變。 就是, 過去是, 一直是成用經濟學, 叫一需求, 出口為主。 那內需的, 這樣的國家就扶起來了。 國家扶起來以後, 怎麼辦? 那麼多錢怎麼辦? 當然貪污, 當然不可能完全都貪污, 唯一就是對外投資。 另外投資, 當然美國這些人, 可以投資在人家審查比較嚴格。 很多就到那個, 落後國家, 非洲這些地方去投資。 這就造成一個, 是為中國崛起, 這樣一個, 現象。 也提高了中國在全球資源分配上的發言權。 啊。 話語權它有。 因為它的主要的, 它是靠那個廉價的農民工, 生產大量的資產, 但是, 那個, 出口的那個廉價產品, 換位, 換位外匯, 可以, 啊, 這樣的, 變成一個, 崛起的, 啊, 國家嘛。 所以現在, 現在, 中國, 啊, 什麼, 一帶一路啊, 都是靠那個街裡起來的那些, 那些, 那些資本啊。 就您剛才談到, 就是, 鄧小平這個政策呢, 他, 這套國際方略啊, 總的看, 兩個基本點, 都還是比較成功的。 但是, 您剛才談到, 還沒講完, 就是說, 對於國家來講, 對於政權來講, 對於當權者, 是有利的。 對於老百姓呢, 就很難講, 怎麼個很難講法? 對老百姓是不利的。 是不利的。 啊, 對當權者來講, 有利的。 不只是對中國的當權者, 鄧小平有利。 是吧, 對西方的。 對西方的當權者, 同樣有利。 是吧, 那你, 最有利的那就是克林頓嘛。 克林頓的是, 美國那個那個, 經濟發展最快嘛。 是吧, 當然這裡頭有非理性繁榮。 啊, 就是美國完全就是製造業變成金融業了。 啊, 那現在當然, 從奧巴馬開始, 現在那個, 川普又要把製造業弄回來, 也開始弄回來了。 那個製造業都跑到中國去了。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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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些, 什麼, 台灣的, 香港的, 污染的。 啊, 那後來呢, 就是美國的, 現金的, 汽車公司, 波音公司, 飛機公司, 都去了。 啊, 名牌的那個, 服裝都在中國生產啊, 什麼艾美尼啊, 什麼那些, 什麼, 包括那個三代財品。 是吧, 所以說這個東西本身來講, 對中國有利, 啊, 對跨國資本, 是非常有利的。 啊, 日本有一個大宣言, 寫了一本, 說是中國是資本主義的天堂。 他舉了例子啊, 他說他去大連參觀, 參觀一個電子工廠, 看見排的船隊, 啊, 都是那個, 那個女孩子, 年輕的女孩子。 啊, 那個, 而且, 在工廠裡頭, 沒有一個戴眼鏡的。 他說那個電子產品是非常被眼鏡的, 而且工資時間那麼長, 為什麼? 他們的眼鏡不外呢? 那那個廠長說, 很簡單啊, 血精壞了就講過啊, 有的是人, 啊, 有的是人來啊, 啊, 因為中國人可多啊, 每天都排的隊啊, 啊, 造出新職工, 因為, 救得淘汰, 新的來, 連家勞工。 這是他資本主義的天堂。 他說, 日本也馬上要搭這個車, 搭上這個火車, 要不然就落後了, 來不及了。 然後, 大縣演藝啊, 大縣演藝啊, 在台灣很, 很吃香的一個, 寫了很多書, 就講這個。 所以對這些人來講, 那對老百姓來講, 農民工, 啊, 你看, 神聖, 農民工住在那裡, 一個房間裡頭, 住那麼多人。 然後, 福士康, 幾十萬人一個工廠。 然後, 很多人跳樓。 啊, 很多人跳樓。 不只是說, 工資長, 啊, 工作人。 程度高。 村長線, 緊張得很。 啊, 而且他也有一種, 軍事化管理。 啊, 說那個福士康裡的肚子, 郭台銘的語錄, 跟毛主席語錄一樣。 然後呢, 住的地方, 跟上班的人, 不是在一起的, 隔絕的。 啊, 互相就是, 啊, 互相就是, 不能交談, 來往, 認識, 就是每個人對自己的工作。 所以說, 人為什麼會到智商呢? 不是只因為, 啊, 是精神上就是這樣一種管理的方法。 可是中國政府是, 非常支持國台銘的。 啊, 在深圳跳樓了後來不知道鄭州嗎? 現在它主要的, 鄭州的上最大, 現在那個, iPhone, 啊, 主要是, 在鄭州, 啊, 所以說這些, 也可以說是, 雙方都有利, 跨國資本有利。 可是對老百姓來講, 那就是, 都一樣。 中國貧困懸殖, 同樣也造成, 發展國家的貧困懸殖。 美國不是有一段, 鬧那個, 佔領華爾街嗎? 99%佔領華爾街, 對付那1%, 對付不了現在。 所以說現在的這個局面呢, 就是說, 鄭小平, 這個, 六四以後, 確實, 抵擋住了, 民主化浪潮。 在天安門的前面, 抵擋住了民主化浪潮。 啊, 結果這個民主化浪潮又回去, 在東歐, 蘇聯, 啊, 給瓦解了。 然後再下來, 起不來了。 後來什麼, 莫里華革命啊這些, 啊, 不行了, 因為整個的形勢變了, 現在是民主化推奏。 啊, 現在又變成全球化也要推奏了。 啊, 現在不, 啊, 川普一起來就全球化也要推奏了。 啊, 所以現在這個, 這個全球國際的形勢就是一個, 反的, 的潮流。 啊, 所以說, 又到了一個, 轉變點, 轉折點。 怎麼轉? 啊, 我就靠, 一樣, 有沒有一種新的力量起來。 現在, 美國, 反川普的力量也很強大。 啊, 可是, 正面的力量起不來。 反川普, 同樣也, 反那個, 克林德普, 希拉瑞。 他們兩個, 為資本家利益這一點, 沒有什麼差別。 雖然後來出現了很多書, 什麼二世紀, 資本能量, 什麼等等。 詹里華爾街。 但是, 還沒有形成一個, 新的時代潮流。 那當然現在, 習近平提出了一個新時代。 那新時代是什麼? 我們還要, 還要看看。 很久在觀察。 啊, 現在是要有一個新時代的潮流。 啊, 就像當年那個羅斯福, 羅斯福那樣。 啊, 我覺得, 二十世紀, 偉大人物, 啊, 副高義說, 偉大人物第一名是鄧小平嗎? 我覺得是很可笑的。 二十世紀偉大人物, 一個是羅斯福, 啊, 在法西斯最猖狂的時候, 你有這樣的學生。 一個是愛因斯特蘭, 愛因斯特蘭, 啊, 所謂民族化, 信息化, 全球化, 就是這。 這兩個人, 才是把歷史推向前進。 現在又到了一個退潮。 啊, 所以呢, 現在, 牛轉這個局勢, 啊, 要有, 啊, 新的像愛因斯特蘭, 跟那個, 啊, 跟那個, 羅斯福。 羅斯福一樣的, 現在的時代要互換一種轉變。 你看那個美國現在, 大家都不奔不滿於川普, 可是, 還沒有一種思想, 一種, 啊, 或者是一種科學意, 或者是一種政治思想, 啊, 來, 推動這個歷史, 又重建一個, 轉折裡頭, 再上升起來。 好, 我們今天, 時間也快到了, 但是我還有一個小問題, 就是我給您那個提綱中間的, 中間問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當時的話呢, 是已經有, 聯美治蘇。 現在是不是習近平, 有點把鐘擺, 就像您剛才講的, 有全球化的浪潮, 現在也在開始, 發生轉變, 甚至是逆轉, 不是一般的轉變, 是逆轉。 這個, 民主化浪潮呢, 也在發生逆轉。 那麼這個, 從聯美美蘇, 三個大國的關係問題上, 習近平是不是也有這種, 又重新跟普京搞好關係, 跟俄國搞好關係, 來制衡美國, 因為這個美國的話呢, 他體現的這種, 思想價值觀念是, 習近平也是不能接受的, 對這個政權也是, 他也覺得是有危害的, 是不是有沒有可能, 就是又回到聯蘇治美? 我覺得不會的, 不會的, 因為過去, 因為聯美治蘇呢, 就是, 搞得, 這個, 總數關係太緊張了, 你看, 實際上, 粉絲失誤完以後, 胡耀邦很快就提出, 這個駐路關係, 嗯, 可是鄧小平要到1989年, 六四屠殺以前, 才去見格巴雀夫, 對, 他恐怕對格巴雀夫啊, 怕得, 大大大超過斯大利, 他認為是, 格巴雀夫就是被帝國主義演變, 他絕對不能走這個路, 我覺得他在第三圈裡頭, 實際上他流露了這樣一種思想, 所以我覺得, 這個, 恢復跟蘇聯的正常關係, 沒有什麼錯, 因為你平衡嘛, 可是, 習近平還是把美國放在第一位, 他雖然跟普, 普丁接觸得很輕, 因為兩個人可能, 春雄到地, 而且那個普丁呢, 因為現在普丁跟那個習近平, 普丁是居於弱勢, 習近平居於強勢, 所以普丁很需要, 習近平來制衡美國, 同樣, 當然美國也需要, 習近平來制衡普丁, 但是美國的需要很少, 因為美國自己, 川普以為自己很強大, 可是從習近平的態度來講, 他是怕美國跟他關係不好的, 因為美國畢竟是厲害, 而且跟美國關係好的話, 對中國的利益比普丁更大, 因為普丁頂多有些軍事合作的關係, 可是現在習近平想要的是美國的高科技, 來平衡兩岸的貿易, 現在美國的高科技上, 卡的還很緊, 所以習近平都要想打破這個東西, 包括領袖哥美國的高科技產業, 現在美國也是越來越緊, 因為美國他是一個民族國家, 他有各種意見, 也不能有普丁, 川普說了算的, 還有軍事部門, 還有國防部門, 還有國會, 應該說美國的行政部門, 跟知識分子學術界, 佔優勢者還是激進去這一派的, 但是國防系統, 國會已經不見得了, 鷹派的力量還是很強大的, 所以習近平來講, 他是不敢聯署致美的, 到國來不可能, 只是說他盡量想保持點平衡, 保持平衡, 而且呢, 偏向更多的是美國, 因為他從美國可以得到的, 他需要的東西, 比從蘇聯可以得到的更多, 當然他現在還不只是美國跟蘇聯, 他現在也想, 像東南亞, 像非洲, 這個區域來發展, 印度洋這些, 所以他又開闢了一條思維, 一帶一路。 好, 我們今天的節目, 您就講到這兒, 講到這兒的話呢, 我們後面還有, 還有這個, 有一個問題, 今天就來不及講了, 咱們下一次, 實際上就是, 實際上就是, 今天你的問題提的多嗎? 你提了七個問題嗎? 你提了七個問題, 對, 上一次就, 您再總結一下, 這個鄧小平帝國了, 下一次啊, 下一次還有中央問題呢? 還有中央問題, 是啊, 下一次, 就是鄧小平帝國的分期, 還有這個正面負面遺產, 正面負面遺產, 正面負面遺產, 這個問題看來, 今天確實是講不了, 這個講不了, 這個還得講一點, 專門再做一次來講, 那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兒, 謝謝阮明老師, 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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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